嗨 翔总 晚上好 藏处好 晚上好 嗨 小强好 周老师 晚上好 你把你奖杯给我看看呗 长什么样子 你不应该先看看人吗 表达一下朋友的想念之情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现在就看到了 赶紧让我看奖杯 小强 得奖了 来 让我也看看你的奖杯 周老师 在这儿呢 这个是 十大新锐互联网公司 这个是 十大卓越商业博商 厉害 厉害 这个财富榜班的奖 还是含金蛋糕 那就再厉 这我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厉害啊 我得好好分析分析 麻将上也要再接再厉 你出差 出几天呢 待会儿有一个晚宴要去的 旁边见两拨人 后天回来 我前段时间给我妈订了些成品 我给你也计点呗 谢谢杨哥 回来上次火锅火了 没问题 对了 最近还去相亲吗 相亲是坚决不能相亲了 实在是太累了 压力太大了 我头发呀一把一把地掉 而且我们信审处那个甘处 她平时讲话她不讲明白 她每次都要我去猜 再要相亲的话 我这头发真的要没了 至少得年后吧 年后再想相亲的事 契约精神 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你可是答应我 每个月至少一次 一次不少于四小时 每当这个时候啊 我就特别庆幸 周老师看完社会契约论之后 能写出十万次论诺 我妈每次看到这本书 一秒钟 就睡得 不出来天亮地亮 杨哥 在悬浮路车的周老师面前 你就只能举手投降了 你以为你能够坐在那儿 看我笑话吗 我告诉你 我如果相亲的话 我相几个小时 你就得陪我几个小时 我必拉你去电背 说真的 我第一次接一会儿 把找群业说得这么过远堂皇 行 我吹着头该出门了 拜拜 挂了 你去吧 拜拜 来 来 吃点水果 嗯 好 怎么感觉有点热呢 这种感觉也太奇怪了 唐唐给你寄的 都知道了 我原来想啊 挨个陈皮有什么好 寄来寄去的 后来舞团的老何 给我送跳舞的服装 他跟我说了 一两陈皮 一两斤 百年陈皮 赛黄金 没有掏心掏肝的交情 不可能送这个的 爷 等会儿 你去做微笑唇了吗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不好吗 刚才就闻到了 这是做了什么呀 佛跳墙 一直说呢 要给唐唐做一次 现在他回来了 我得赶紧操练起来 你儿子刚出差回来 没份儿吗 有啊 这不就是吗 让我洗个澡 我记得啊 有一次呢 我好像也是给你做了佛跳墙 结果呢 那次呢 想起来好像 好像是肉圆没熟 让你拉了三天的肚子 是三天吗 对 三天 三天 这次呢 我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卡得是死死的 应该没有问题 我还在想啊 我一定要好好地 再操练操练 等我练到了 人能吃的水平 我就给唐唐做一次 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人不能吃 那我 你当然能吃了 你是试吃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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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儿子 唐唐那儿这次回来了 我呢 也就不要催着你去相亲了 那这唐唐回来跟 你催不催我相亲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吗 当然有直接的关系了 人家唐唐大龄单身 人家是主动 你一大龄单身 就是活该 你能不能 也稍微地练一练 向人家堂堂学学 练一个讨人喜欢的性格 这样的话呢 我也好给你去介绍 不然 每一次都是白费 我有个不祥的预感 就是当人家冯卫然 都当了爷爷 你还是光棍一个 一个光棍 难道他们不应该 学习我的洒脱吗 对吧 我活得多自由 他整天焦虑这焦虑 我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佛跳墙的铺菜 是先放东森还是粉丝 这我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我就想找个借口骂骂你 你这个脑子啊 这怎么就 就是蠢了 蠢了 蠢了 当年要是没有人家堂堂 你连大学都考不上 真是个废物 一个堂堂 一个一方平 一个下手比几个中华 我上面都造了什么孽啊 你什么逻辑啊 他采坏了我的礼物 让我请你吃蛋糕 我劝你赶紧洗洗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我 三秒之内赶紧说完 不然我就挂了 那你爸妈在楼下 你怎么到我楼下了 但是我觉得吧 阿姨咱们俩的交情 应该不值得我下楼一趟吧 那是吗 那我只能 给周老师打电话了 我去跟他说 请问唐漾在不在你旁边 他无缘无故地 吼我一顿 我也不知道 我做错了是吧 行 行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算你狠 行吗 我马上下来 啊 拜拜 算了 你觉得区区一块蜂蜜蛋糕 就能改变一个 势力的女人决定 将你拉黑的决定吗 那就再加点菜 马上全席呢 那估计一样是难度 陈碧很香 谢谢唐厨 怎么还客气上了 不好意思 喂 稍等啊 帮我去那个车会 都拿个风行 喂 不是 你不就站在这儿吗 你去拿呗 我 好好好 我去 行 行 行 我 我 你去 什么情况 这不是咱俩吗 是啊 难过的话不是不外寿吗 而且我听说 他年后要办一个展 可能还要上拍卖呢 我之前帮过他一个小忙 我拿钱我的人去 天哪 哎 我要感动了 天哪 不是 那 那 那这边又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那天 被狗追那次 易老师天天让我学习你 讨人喜欢的本事 我听到儿子都快出紧了 这不像攒点诚意 过来拜师学艺吗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口红色号呢 我长眼睛了 我现在大概明白 为什么你说话那么讨人厌 但是你扭声缘却不差 你嘴里吐不住象牙了 算了 看在你既是第一个 送我口红的人 也是第一个 送我高跟鞋的人的份上 我可不跟你计较了 你送给我们之前没送的你 送给我们之前没送的你 没有 他们啊 他那个人性格就这样 你知道的 你没有说他不好吧 在一起的时候 也挺贴心的 就 挺 对不起啊 干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我 我就是觉得挺唏嘘的 你想大家以前关系都那么好 这么一算都八年没有联系了 我 是的 爱情就是顺势的情绪泡沫 友谊才是地久天长 打破朋友的关系 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现在想想 真挺后悔的 你这种家伙是 公交朋友的 style 你没有 你现在说 好 我 际上 你全都留下个人 陆年 你一直无法 他的不是 然后你 还是 你无法 这个 这些是 可是 我 不会 这个 你 呢 我 我 就是 贤可 对我来说这茬早就过了 都这么久了 往事如烟 一吹就散了 你也别放在心上 行吧 那我先上去了 那 那我帮你拿上去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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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差也累了吧 你早点回去休息呗 那你也好好休息 好 我走了 不过区区一块封铁蛋糕 给我 二选一 蛋糕 不对啊 你送给我 我凭什么都不知道 走了 不过 any 你说你的 她以为温应 你猜温 ajudar你 我然后我去 扎材 我感觉 你是 emotional 的情绪泡沫 友谊才是地久天长 打破朋友的关系 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朋友能够一直都是朋友 但是在一起过的人 当爱情消失的时候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为什么提宋靖啊 为什么要提让杨阁 受到伤害的人 杨阁刚才鼻子那么红 不会是要哭吧 还问着自己我要不要忍住 同乱偏甜 一点都不甜 差点 去尝尝 快 怎么了 感冒了 没有啊 我可能刚刚下楼 有点吹着风流鼻涕了 行了 那快快快睡觉了 别玩窒息了啊 好 好 别着凉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再遇